亲总统马英九在爷爷马丽安的坟前上香献花 大姐马以南 二姐马乃希也一起拿香祭拜 其他两姐妹站得比较远 马英九与祖父从未谋面 终于在马英九73岁 首次踏上中国大陆祭祖 有了第一次接触 马英九用着不太流利的湖南长沙画念祭文 全程神情肃穆 念祭文时只要是时间序 马英九皆用民国 还讲了自己过去 曾担任总统 两个在大陆很敏感的字眼 马英九念祭文时 姐姐们在旁不断用纸巾擦拭鼻子 念到最后马英九开始哽咽 随后马英九和四姐妹在祖坟前合照 完成了祭祖 随即驱车前往老家探视 马英九此趟大陆行最重要的祭祖 四月一号展开 念祭文时他也强调 自己担任总统八年任内 成为了台湾与大陆隔海分支 七十年来最和平繁荣的阶段 TVB的新闻陈旭 李敏珍 湖南湘坛报导 那么马前总统回到大陆老家祭祖 村民都很想要轻堵他的风采 维安大阵仗 但是都被公安赶了回家 乡亲们早早在前总统马英九 祖坟周边等候围观 在转个弯田间小路上 依旧站满热情的乡亲 就是要等马英九回老家 特别来看他 他觉得等一下应该会看得到吗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在他的祖坟附近 不过这里维安是很严格 完全没有办法进去 而且周围的维安人员是越来越多 也会上前主动来询问你说 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马家祖坟三个里内完全封闭 相关维安也采取大规模管制 沿路到田旁都占满维安人员 还有公安一度要赶村民离开 就连祖坟沿途20公里外 每个路口都有公安看守 维安身高滴水不漏 但就算马英九祭祖完了 乡亲们依旧等在现场没离开 马英九此趟访路最重要任务就是回乡祭祖 尽管路方的维安采取高规格 但老家相亲热情依旧不减 TVB的新闻于新汉刘一郡 叶峰伟年轩湖南采访报导 马前总统圆了心愿 那么当地的这个村民啊 也再次提起一段佳话 马英九的祖父当年是大善人 挥手问好 祭祖结束后 前总统马英九一行人 来到了距离不远处他的祖籍地 湖南湘潭白石镇的马家宴村 在解说员口中 马英九的祖父马利安 是当地乡亲人尽皆知的大善人 不但修建码头照顾乡亲 还新办团练保卫家园 去莫名初的时候 由于盗费猖獗 他就创办了团练 他安排自己的弟弟负责训练和指挥 厂里的这数百名工人 负责逞杀盗贼 以及靠牢过往的军队 在马家宴 马利安创办的红心服锅厂 跟他修建的渡口 现在都已经成为 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旁边还修建了一座碑亭 记载他的贡献 落款时间2008年 也就是马英九当选总统的那一年 2008年马英九就职前 TVVS前往马家宴采访 当地乡亲就说 希望有一天他能回家看看 已经看来对马英九返乡计组 当地官方真的是早就准备好 前辈区文于信翰 陈旭义 雷敏珍 叶峰伟 湖南报道 这个消息到底是真是假呢 政治话题我们来看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友邦 回城的时候 据说是已经被取消了 雷根图书馆的演讲 现在府方有些说法 交给资深记者宛柔 方黄蔡英文的民主共荣之旅 在回城的时候 将再度过境美国 但不是到纽约 而是到洛杉矶 在洛杉矶的时候 总统到底要做什么呢 其实根据先前传出的内容 他还会会晤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 另外也会到雷根图书馆来演讲 不过最新根据外媒蓬勃的报道 只说跟麦卡锡的幕僚沟通之后 还有台美政府沟通之下 现在总统不会到雷根图书馆 去演讲了 也就是说这个演说是被取消的 为什么就是不给北京误判的空间 是不是也有遭受到 大陆这边的压力呢 不过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张敦涵 他就强调了 其实不管是会晤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或者是到雷根图书馆演讲 这些行程都是外界议策的 府方都没有正式的承认过 所以总统的所有行程 目前都还是持续缜密的安排中 还要再来解决这句话 张敦涵还提到了 中华民国与瓜地马拉的邦誼 就像瓜果咖啡一样饱满香醇 没有大陆这样子一个交错的空间 请教宛柔 在大陆的打压之下 我国在中美洲的友邦 仅剩下了瓜地马拉跟贝里斯这两个 不过就在总统要抵达瓜地马拉之前 这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又说话了 他直接喊话要瓜地马拉 赶快认清大事 早日做出正确的选择 言下指引就是要赶快 跟我们断交来跟大陆建造 不过这样的讯息 是受到我方严正驳撤 当然瓜地马拉的总统 他们也是否认了这项讯息 总统府副秘书长张敦涵就强调说 台瓜邦也可以说是坚若磐石的 就像瓜地马拉的咖啡也要 保暖相纯 台湾自己跟友邦的邦交 其实是不容大陆智慧的 我们也看到 其实总统抵达瓜地马拉之后 不只有军力盛大的迎接 总统也马上来跟 我国的总统来会晤 外交部也说 这根本就大陆释放假消息 来进行认知作战 为了就是要企图干扰 我们的厨房效果 不像红地毯在友邦 瓜地马拉文化工高抢国歌 瓜国大圈杖军礼迎接 高中蔡英文访问友邦 顾朋友 所以说遇到瓜国 盛州沉痛星期五 当地学生按惯例上街游戏 整个仪式时间延迟半小时 但总统和瓜国的情谊不迟到 接受假卖代赠虚 瓜地马拉是我国在中美洲 剩下的唯二友邦 也成了中国大陆锁定目标 总统访问友邦 瓜地马拉可以现场看到 刮挂着两国的国旗 只是就在这个时间点 中国大陆却喊话瓜地马拉 应该要任情大事 中华民国台湾跟瓜地马拉的方 已渐落盘石 就像瓜地马拉的咖啡一样 保暖 然后香水 只是总统在巩固中美洲 友邦之际 彭博却指总统接下来过境加州 本来说好的要在雷根图书馆 进行谈话演说 却可能要突然改成不演说 只看馆内六大保证 辅方则说接触意测 洛杉矶部分定案后将与各界说明 还有外媒也指总统和美国众议院 少数党领袖 民主党团领袖 杰夫瑞斯见面 只要有控党 都会安排跟美方的友劳 来互动交流 基于双方的默契跟互信 我们会适时的跟大家报告 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说 TVB的线乌坑里 做很瓜地马拉采访报道 再看民众党党党主席柯文哲 是否为了稳住声量 他提到了两岸只有九六共识 因为在1996年那一年 我们台湾直选总统 再放心名词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谈两岸 企图用九六共识 取代争议的九二共识 把台湾的民主化归功 已故总统李登辉 柯文哲把我是中国人 划分在1987两岸未交流前 再加强台湾议事 跟正在大陆出访的 前总统马英九相抗衡 也跟国民党做出区分 但也要积极恶补 访美学分 在民众党共识营上 柯文哲的新美中台论述 大致有了雏形 但蓝绿形势比人强 当然要在左右开工 在双英出访天天攻占版面的夹缝中 柯文哲批蓝打绿 大谈美中台关系不止博生亮 更要求生存 TVBS新闻话商品DP 台北报道 今天4月1号羽人节 那么市议员许巧新的 脸书大头贴换了 大声也来解读 他有没有跟费红太 继续开战连线品仪 好 久不过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许巧新 他今天把他脸书粉砖的大头照 把他换成了电影星球崛起 里面的主角凯撒的照片 用自己的心来说 现在是要星球崛起 不过也有人在底下留言 要他不要得意忘情 来看一下去小心 他有最新回应 我不希望成为自己讨厌的大人 所以我一直都非常的积极向上 如果我能够挑战成功 未来我的议员的位置 也会空出来 让更年轻也很有战力的 国民党人来接班 如果我挑战上立委这个位置 未来到一定的年龄 我也一定会选择 不恋战立刻的退休 把立法委员的位置让出来 我自己可以去找 我觉得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所以我会认为 一个政党他应该 要像活水一样不断的流动 那这些位置 徐强先生说 国民党需要有活水 不断的注入 才会不停的流动 他也说自己绝对不会恋战 只要是自己的年纪到 他说差不多 他觉得自己到55岁 就可以开始要思考交棒 只要是他有选上立委的话 他绝对不会恋战 该交棒就交棒 只是他也说 换上这个心头 决体这个图 他只是要因为今天是愚人节 所以开个玩笑 直播 那么再来看到6000元 这个入账的部分 公股银行加上 民营的银行总共14家 今天入账 我们带你来看 宽柔 很多人今天的打招呼用语 可能就是你拿到6000块了吗 因为这原本6000块 需要等到4月6号的时候 如果你是登记 银行账户领取的话 才会统一发放 不过就在昨天3月31号 王道银行是抢先偷跑了 这也让财政部的官员 行政院的部分官员 觉得有些错 因为大家本来不是讲好了吗 不过他们也在开了紧急会议之后 也决议说 相关部会延伤后决议 所有银行要早发 是可以早发的 所以八大公股银行 今天也宣布 他们将会陆续发放 这八家是哪八家 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有台湾银行 土地银行 合作基因库 第一银行 华南银行 召唤银行 赵峰商银 以及台庆银 如果你是登记在这八家的话 今天应该就是可以陆续拿到这6000块了 另外有两间银行加入行列 分别是台信银行以及中信银行 一家是在5点以前会拨款完成 另外一家则是6点以前 另外很多民众就说 邮局怎么没有看到邮局呢 邮局应该也算是政府里面的行库的一户 那邮局就说了 因为在今天4月1号 其实很多这个企业 他们发薪水都会选择在4月1号入账的 所以避免这个手续太繁杂 他们预计在明天 也就4月2号的时候 也会陆续拨款入账 预计会有400多万个账户 会陆续收到这6000元 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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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八家公股银行6000块入账 民营的也拨款了 进来了 今天 三笔都进来了 对还蛮有效率的 原本是廉价后的6000块开工红包 现在提早这5天就能花 财政部统计3月31号 登记入账人数已经达到700多万人 加上直接入账400多万人 预期1100多万笔 大部分可在4月6号前就领到现金 民营银行原先表示措手不及 但现在跟上脚步 4月1号陆续发钱 本来因为等到廉价之后 但4月1号的起床小确幸 我在中信银登记了6000块也入账了 民营银行已经提前入账的 有中信银 玉山银 上海商银 以及永丰银行 华南银行 不过如何确定这6000块 是不是政府发的 实力存责 备注栏有行政院发的字样 行动银行或是网络银行账户 一样有备注 可能是行政院发 或是全民共享发现金 以及全民共享普发现金 中华邮政也宣布提前到4月2号发放 将拨款给超过404万用户 但拿到钱后要怎么花 民众陆续领到钱 如果你还没想好怎么花 电商推优惠 PCHome推买除值想超值 指定除值就想加码金 或是拿6000元折家券大礼包 以及登记抢速食店免费餐券 而且除6000有机会再拿6000 虾皮部分商品下差4则 还有加码用券就能折6000元 4月4号已有满额折的活动 洋雾奇摩超级商城 则是积极的换季家电 国际精品打出5折起 全占单米消费满6000元 还能抽超正点 政府普发现金又逢廉价 电商把握机会 出朝夕客 TVB的新闻终的报道 很多人都会去看看 今天到底6000块入账没有 但是要提醒您 如果您选择登记入账 选择以下这几家银行 必须再等一等 下个星期才会入账 我们记者刚刚掌握到消息是 国泰市华银行宣布 4月3号星期一拨款 所以预计4月3号中午之前 会拨款完毕 另外北富银和并日盛银 在4月2号的这一天 系统会停机 随普发6000元的作业 必须要等到儿童节 4月4号那天才会入账 接下来带您关心到 就是荷包的话题了 今天开始在双北根基隆 搭计程车会变贵 骑跳价已经涨到85元 那么夜间加成 更是超过了100元 来到105元 你好我要到南港车站 小姐今天开始调整为85元 在北北基地区搭计程车 不再是从70元开始计算 从4月1号起 将会涨15块钱 也就是从85元开始算 过完3月 一进到4月份 生活开销恐怕要变多了 计程车价上升 却和民众的搭车意愿成反比 会比较不愿意搭吗 尽量啦 紧急的时候还是会搭 涨出从70变80 其实蛮大的 可是现在什么东西都涨 应该也蛮合理的 4月份的新制度 除了计程车涨价之外 台北市针对生育补助 从4月4号起又加码 第一胎从原本的2万元 加码到4万 第二胎则是2.5万 加码到4.5万元 另外公路总局推出的 机车道路训练 这个月开始 全台有14家驾训业者试办 政府将会补助每人1200元 还有牌照税 也从4月1号开征 除此之外 电价也要开始涨价 尤其夏季电价就快到了 大约会有92万户 在夏天很容易因为吹冷气 用电量超过700度门槛 而被调整电价 家中如果有三台冷气 每天吹11个小时 加上其他家电正常使用的 一个月就逼近700度用电 以调涨急剧最高的用电度数 1000度估算 一个月大约会增加50元电费 5月报税季又要来了 唯独薪水没在涨 民众生活开销 负担越来越重 TVB的宣传 中英文中宣台北采访报道 天气方便 讯息明天南部高温35度 北台湾也要转情回温了 如果您是带12岁以下 由头在台北市玩 有哪些景点是免费的 还到船上 大人小孩放声尖叫 把平常的压力一次释放 不想这么刺激 也有小小孩最喜欢的 梦幻旋转木马 儿童连假第一天 即使天空飘着细雨 还是有不少家长 带着小孩出来玩 高雄特地上来 怎么想说 这时候带小朋友过来玩 儿童节 迎接连假 家长带着小朋友 来到儿童兴乐园 只要小朋友带着健保卡 或者是学生证 证明自己是国小以下的孩童 就不用钱 连带一位陪同家长也免费 不仅如此 来到科教馆看展也不用钱 12岁以下儿童 带着儿童月的文宣品 可想三楼到六楼 常设展门票免费优惠 天文馆从宝贝 则是祭出4月4号 12岁以下的孩童 免费搭乘宇宙探险车一次 连假期间搭猫篮 国小以下的儿童 出示学生证或健保卡 可以到各车站兑换免费搭乘票 当天想搭几次都免钱 出门透透气 但天气也要留意 原来今天受到话 那有些影响 所以我们台湾附近的水汽 是比较多的 但是到了入夜过后 到这个明天的白天这一天 台湾附近受到华南雨区的影响 谁知的减少 中央气象局证明点在脸书表示 雨带还没完全通过 一条雨带几乎不动 雨形向台湾挂了彩带 会持续到周六下午 周六中部以北降雨最明显 周日到周二水汽减少 剩午后山区有震雨 周日起转东南风 清明节当天软热如下 北部最高温可达30度 南部更上看35度 但晚上封面接近 周四四月六号开始 东北季风又增强 气温下降 北部东部降雨几率增加 清明五天廉价 天气多变 鲜时再冷 但收价又转雨 民众难来北往 要多留意 特别新闻 张明如一品节 台北常常报道 东杰凯又闹我头发 sorry 到底为什么 总监 我们有一个状态